转入了一下 说成插入排序 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讲选择排序 那选择排序的思路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个有序的序列 542269317 有这样的一个序列吧 那好 紧接着我现在要开始认 先开始做了 Alist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假使这个序列当中 我假使这个序列当中 看一下 我找到第一个位置上面来 找到第一个位置上 好 我紧接着在第一位置上面 我可以认为有一个虚拟的 这样的一个子序列 那紧接着我就要从当中 从这里面来选了 看一下 从所有的序列当中 开始一个一个的去找 现在一上来 我要记录一个最小值 是什么样的思路呢 我现在要把整个序列 序列当中的去比较 找到当中的最小的那个数值 看一下 现在54226当中最小的数值是谁 是17吧 先不换怎么去找啊 我要找的思路就是 先把它找出来 找到的最小数列 就是17吧 找到17了 好 那这时候 我把17跟54交换一下 我现在找出来的17代表的是最小的 好 那最小的我是不是就应该放在整个序列当中的最前面呀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好 那这时候 我要做的操作就应该是把17跟54交换一下 这时候代表的是我找到了一个最小的吧 最小的又就有了 紧接着的话 第一个位置有了之后 我要看剩下的这一部分子序列了 紧接着我再对这子序列进行一次便利 找到当中的最小值是谁 我把最小值给它选出来 那看一下 这时候最小值应该是20吧 好 那20我选出了 20这时候就应该是次小的了吧 次小我是不是应该给它放到第二个位置上面来 所以这时候 就又有了 我把20跟第二个位置交换一下 226 那紧接着前两个东西是不是都被我选出来了 紧接着我再看 那这两个就应该是有序了吧 第一次选择出来的最小的 第二次选出了一个次小的 然后紧接着我要再看剩下的这些序列当中 我再去选 选择出最小的来 选择出最小的应该是31了吧 好 那31应该是除了1720之外的 剩下的那个最小的吧 我就应该给它放到第三个位置上面来 好 这时候给它放到这里面 31就被替换成93了 那前面这三个数据是不是都一直有序列了 我紧接着再从后面剩下的这些序列当中 再去找 这样的因素 能明白吗 也就是说选择排序的话 我就认为整个序列当中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了的 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的 一部分前面那些是有序的序列 后面这部分是无序的序列 那紧接着话一开始的话 我就应该是从无序的序列当中去找找到最小的那个放到前面来 这就是选择排序之所以叫选择的一个原因 我始终是从 内排序的这些个序列当中去选择一个最小的往前面去放 那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无序的吧 都是无序的 我给它分成两部分相当于前面没有 然后我从这些无序的当中选出一个最小值是17 我给它放到左面来 放到17之后的话 那又分成两部分了 紧接着我再去对未排序的这部分去找 找到一个最小值 再放到前面来 前面这应该就是比17大的 紧接着实际上就应该是放到17后面来吧 也就是始终采用这样的方式 从后面这部分选一个最小放到前面来 那这时候看一下 底下这部分 这个洞图 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代表 前面这个颜色 黄色代表的是以排序的序列 然后看一下这次一开始 红色代表的是当前的最小值 蓝色代表的是我走动的位置 看一下 这时候走走的过程当中 我每一次都是走的过程 把这个最小值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 我就找到了 找到的时候我就往前面放 一开始找到0 第二次找到了1 第三次找到了2 第四次找到了3 对吧 从底下去找 那紧接着就看了 大体的思路有了 那我如何去找到最小值呢 怎么去找到最小值呢 这是咱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大体的思路有了 就要看来如何找到这个最小值了 那好 这时候怎么来看呢 这个思路找最小值的思路就是 一开始我现在有一个变量 就叫做最小命 我认为是谁呢 就认为是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认为0号下标的这个位置 这个数据 它就是最小值 好 那紧接着我开始走了 走的话就应该是去走到您后面的第一个位上面来吧 看第一个 看第一个所指的226 是不是比0号下标所指的54要小呢 不是吧 不是 我再往后走 往后走 看93是不是 仍然不是吧 这时候 看一下17 走到17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比54要小了 既然已经有一个比54小了 那我就认为我当前的面实际上不是最小值吧 我就把现在找到的这17 它所属的下标给它记录下来 0 1 2 3 17位置是在三位上的吧 对吧 看一下 我把它下标 你就是说0 你就是说0 2 3 4 5 6 7 8 然后紧接着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到3这个位上面来了 3我发现比54小 所以把3下标给记录下来 紧接着我再往后去走 走到4 看一下177 是不是比54要小呢 不是吧 再往后走 不是 现在比较能3了吧 跟3这个东西来比较 比较17 然后再走一遍 从头走到尾 是不是发现已经没有再比17小的了 所以那现在我记录这个3 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最小值的位置啊 所以紧接着找到的就应该是3 那怎么办呢 我要做的工作就是Alist 让这个最小值 跟3进行一次交换 跟0进行交换吧 那你看一下 这代表的是我第一次去做的 所以这时候交换好之后 0这个位置就代表的是17了吧 17就代表就是原先的54 对吧 要把0跟3之间进行了交换吧 因为我3下标代表的是找到的最小值 最小值就应该放到最前面的位置上去 对吧 所以把它交换一下 这时候 好 这时候17这位置 是不是已经固定下来了 紧接着我下一次的话 从1这个位置上面来 好 那这时候还是第二次在便利的时候 我认为1下标所在的是最小值 也就是226最小值了吧 好 那紧接着走了 看一下2所在的 是不是比226要小啊 所以那我要把2这个位置给它记录下来 已经不是1了 改成2了 然后紧接着我再往后走 走到3就发现54是不是比93还小 所以3又被我记录下来了 然后紧接着再往后走 3记录下来之后 走到4的位置 77比54大了 紧接着再看 走到5的位置 31是不是比54还小啊 所以那这时候我就认为 5号所指的31是最小的 紧接着再往后走 44比它大 55比它大 走到20的时候 发现20是比31还小的吧 所以那我现在把它改为20所在的下标 是8吧 走这么一次下来 我现在这个min代表的就是当前的最小值的下标了吧 那所以这时候我要做的操作就是把min所代表的这个下标跟谁交换呢 选出来的应该次大的吧 应该放到1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所以应该是拿1这个位置跟8是不是交换呀 对吧 跟8进行交换吧 对吧 跟8交换 也就是说1这个位置上面要换成20 8位置上面换成226 对吧 那经过这一次的话 再看前面17跟20是不是已经有序的了 紧接着我再执行这样的过程 那这次过程一开始还是要把新的有序子的无序的子序列的第一个当做最小值 也就是2 认为2下标所指的是最小的 紧接着我往后去走走到3这个位置 发现54比他小 所以记录为3 对吧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走走一遍的时候 走到5的时候 这时候是小的 记录下来 再往后走发现已经没有比31再小了吧 所以找到的最小值是5 那紧接着我就要做的应该是把5的这个位置31给他放到2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进行交换对吧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选择排序的一个算法了 始终从后面的位排序的当中选出一个最小的放到前面去 这点能跟上吧 好 这个之后 它跟上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看时间够不够 会有一个插入算法了 插入算法跟它的区别就在于插入算法这时候重点考虑的是前面这部分 我从后面随机找出了一个就比如说我每次从后面取出一个93 然后把93放到前面有序序列当中的哪个位置上 这就是怕插入排序的算法 也就是说你插入跟选择实际上把整个序列全部分为两部分 选择的话是从是便利后面的东西找出一个最小的放到前面去 前面的位置是固定的 好 那现在知道了选择排序的算法之后 咱们就要把这个过程落实到代码当中了 看一下 定义一个选择排序 select sort 还接收的是一个列表 选择排序 然后现在要看了 这个过程我们还按照冒泡的方式一步一步来 先看的就是在第一次循环当中去找到一个最小值吧 咱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所以现在我需要有一个循环就相当于在这个位置去找最小值了 那这时候的话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命呢 命吧 命代表的是一开始是从零开始吧 我假使零的这个状态 第一次假使零的这个状态是最小值 然后从后面进行比较 那好 我这时候为了让零依次跟后面的比较 现在是不是得有一个循环去控制啊 所以有一个循环 有一个循环看一下 这时候循环我在操作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是用到下标啊 所以我在循环当中还是要去用下标 报I in range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这个I到底要产生多少呢 怎么来产生这个区别呢 假使现在min是从零开始的吧 那我第一次是不是应该让零这个位置的数据跟一号数据进行比较啊 对吧 那所以紧接着我这次是不是得从一开始去走啊 对吧 让他从一下标开始去走 那走到哪呢 是不是得一直走到最后啊 对吧 我得让这个零号时期一直跟最后一个位置的下标的数据进行交换吧 比较吧 那这个 这块怎么来写 应该是到谁 最后一个元素的下标是几 是n-1吧 那我为了让range产生n-1 我range的这个结尾是不是得到n的 那这时候产生的就是从1到n-1这些数据吧 好 那这时候有了 我们把先n-1等于lens a-1 好 这时候循环控制有了 就要看循环体当中了 循环体当中怎么来写呢 是不是依次的进行比较了 对吧 如果说a-lens的当前min min代表的是下标吧 好 那我们给它写清楚点 最小值的下标 因代课的是所以吧 好 那就看最小值的下标所代表的数据 假如说要比我当前便利到的i所指的那个元素要大 那是不是我意味着我下标的更新一下 得更新成i了吧 所以那这时候min的下标 我让它重新等于i 对吧 走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那我这个min index就代表我找到了最终的那个最小位置的那个数据了吧 找到最小位置数据之后的话 看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我从循环当中退出了吧 从循环当中退出了 我现在紧接着要做操作 是不是进行交换了 交换的话就应该是用a list 我现在是一开始是从零开始吧 所以从零 让它放到第一个位置上 放到第零个位置上面去 那跟谁呢 是不是跟index所指的这个数据进行交换了 min index 让它跟零号位置交换 对吧 那这是描述的我们刚才写的第一次这样的过程吧 好 那紧接着再看 我再往下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还会再去执行了 那你要看执行的话 它的执行逻辑仍然是一样了吧 先选出一个最小的 假使它最小的 然后让它跟后面的进行比较 比较之后找到真正最小的索引之后进行交换 也就是说这一段代码来说 是会重复执行的吧 好 那这个重复执行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循环来进行控制了吧 那想这次循环的话 咱们要执行多少次的 看一下这个循环怎么来写 在这个循环当中 我是不是又得引入一个新的下标接呀 为什么要引入新的下标呢 是不是因为我下次再去起始的时候 min就不应该再从零开始了吧 得从新的一开始了吧 那再下一次新的就从二开始了吧 也就意味着是说 这个接应该才是我一开始起始的 认为的最小的那个所以吧 所以我需要用到一个接 那这个接的话 应该是说 让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让接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它得是从零开始吧 从零开始看一下 那我应该是从零一直走一直走 当我产生到倒数第一个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选择完成了 剩下的一个就应该是最大值了吧 所以我应该产生的是从零到n-1这个序列吧 那么从零应该到n-2啊 这个是倒数第一个元素 它的下标是n-2吧 所以那我应该产生的是从零到n-2吧 那为了产生零到n-2 认指就应该写到零到n-1吧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零还省略掉 零省略掉的话 它就应该去产生的是零到n-2这个数据 给它加上一个数据 接实际上的话产生的就是零到n-2 对吧 好 那紧接着再看 底下这一部分是不是就应该是 看一下 底下这部分就应该是在这个接的循环控制之内吧 好 那这时候看一下 min应该是从接 也就是代表它从第几次开始的 第一次的话 接是零 所以我就应该找出来的零这个位置上的最小元素 然后第二次的话 接是等于一了 接从等于的话 内层循环就应该是从 看一下 内层循环就应该是从 认为接也就是因为一 应该是最小元素吧 那紧接着就要看一下 去比较的这个位置 还能是固定的从一开始吗 不能了吧 我在一开始第一遍的时候 想一下 第一遍的时候 接是等于零的 我一开始认为的是从零开始吧 从零开始的话 那我要比较的应该是零加一 这个元素去做比较吧 那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接是等于一了 紧接着我认为的是最小的元素从一 对吧 那紧接着它要比较的应该是一加一吧 那再往后接等于二的话 这个位置我就认为是从二开始去找 比较的应该是二加一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这个值 认知这个值的起始应该是 零加一 对吧 一直到最后 没错吧 好 那你再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序列有了 然后底下控制 判断也有了 那整个关于选择排序 咱们是不是就写完了 关于选择排序就写完了 写的思路仍然是先去写内部的 第一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咱们怎么用程序给它描述出来 然后紧接着这个整个程序内部的描述出来之后 要看一下这一部分代码到底要执行多少次 所以紧接着我在外层加了一个循环 加了一个循环之后 我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参数就跟外层循环有一个关系了 把它改好 那你这个选择排序也就行了 这个地方我在去交换的时候 这个值是不是应该也是是谁 我应该是改谁 是接吧 对吧 所以要把零都不改为接 好 这时候我们来去验证一下 还把这段程序这段代码拿过来 看一下 选择排序 去执行一下 哎 发现是不是有问题 看一下 2017263154 也就是说有问题了吧 那看一下咱们写的代码当中到底哪块出了问题 哪 第二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 爱到 n-1 如果说润子的话是n-1的话 那也就是说 内部的话应该是到了倒数第二个了吧 第一个循环怎么办 对 n是长度 先看一下啊 我们还在这块捋一下 先不管外层的部分 先看 一开始的时候 命应该是等于一个接的这个数列 那我们为了说让他 为了让他达到上面的这个效果 我们就应该说是让这个接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序列在 第一次我最小值应该是让他是从零判断吧 紧接着我让他判断是一二三 对吧 也就是说我的接的序列应该是这样的方式吧 零一二三 那一直到谁呢 看一下 接一直到谁 我一直比较到谁就可以停止了 倒数第二个吧 也就是说接应该是说一直走 走到谁 倒数倒数第二个的话 那应该是 n- n-2吧 我应该让接是零到n-2这样一个序列吧 那你看为了产生这样的序列 接是不是应该是到认识n-1 对吧 这一步没有错吧 那紧接着我们再往下走 哪啊 这个吗 看一下 走这块 没事 这带这块过一遍吧 因为大家对这块还有问题 应该问题出现在我在循环退出之后再行交换吧 对吧 问题出现在这块啊 看一下 那刚才说了接我要控制的序列就是每次比较的一个起始值 所以它应该是从零一直到n-2这样的序列 对吧 为了产生这样的序列 我说有一个for e for i in range n-1啊 紧接着看 min的话有了 那它一开始是从零开始的 紧接着我就要去判断跟它后面的数据进行比较了 每次的话 i是代表的 看一下 接等于零的时候 i应该是根据零的后面一个元素开始进行比较吧 所以我对于i的控制应该是从它的后一个元素开始 也就是说从最小的这个j加1开始吧 那一直走到谁呢 我一直让它比较到谁呢 我假使说这样的 假使说17这是最小的 我应该让它跟后面的所有数据全都比较一次才能判断出来吧 所以我是不是得让这个i一直走到最后一个元素啊 最后一个元素是下标是几 n-1吧 我为了产生n-1 我i的论质是不是得到n呢 对吧 这个i的数据也有了吧 那紧接着再看 我每次做的操作就是让最小值的这个 最小所以的这个值跟当前所游标找到的i的这个值进行比较吧 如果最小的比它还大 那就认为我不是最小的 所以我更新一下吧 那紧接着 当我内层循环执行完成之后 这循环退出之后 代表我的这个min的index的就是当前最小值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进行交换吧 交换的位置也就是说跟谁交换了 让最小值的最小值位置跟我的其实的这个接进行交换吧 第零次代表的是我要找到他的这个数值 所以min代表的是也就是说接代表是零吧 第二次的话 看一下第二次接就代表一 那也就意味着我在内层循环当中要找到位置一这个的数据 对吧 所以我找到出来的下标是minindex的 而应该放到这个位置是接 所以我每次是就要让接跟minindex之间的数据进行交换了 对吧 好 那再紧接着看一下 我在去写的时候 刚才给大家写的这个东西是放到内层循环内部了吧 对吧 放到内层循环内部了 放到内层循环内部的话 已经相当每次变类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执行一次 而我们真正要执行的是退出内层循环的时候才去执行一次 也就相当于所以控制实现问题了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当我把这所以改变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达到效果了 这就是选择排序了 好 那这时候回来咱们看一下选择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到底是多少 看一下选择排序的时间复杂度 看程序 外层循环代表着执行几次 执行n减一次吧 内层循环呢 从1到n 从1从相当于它的区别 第一次是从 第一次是从1 一直到n 对吧 第二次的是2 一直到n 第三次是3 一直到n 对吧 那么它执行的次数 第一次是n减1 第二次是n减2 第三次是n减3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统称可以把它忽略掉的小数 就是n呢 也就是说它的时间复杂度仍然是外层的n成内层的n吧 对吧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不是就是on方啊 那对于选择排序来说 目前没有找到它的最优方式 所以它的最优情况下仍然是on方 想一下 假使说是一个有序的序列 假使现在看一下 就底下这个东西 第二层 假使是一个有序的序列 那我再去执行选择排序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序的序列 它所做的操作 第一次我假使17是最小的 然后紧接着我往后进行去找吧 对吧 我为了验证17是不是最小的 是否我得要求我17跟后面的每一个元素全都比掉之后 才能判断出来啊 对吧 所以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种优化的方法吧 对吧 我不能靠交换去判判了 我必须要保证17跟每一个元素都比较过才能知道它是最小的 所以在这一步没有办法优化 它是n吧 那为了紧接着在为了找到每一个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我要执行n变吧 所以它就是欧文方 即使我操作的是有序的 它的最优情况下还是欧文方 好 那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跟大家说了最优势时间复杂度跟最坏时间复杂度 我们忘了说这个稳定性了 忘了说稳定性了 那先看这个选择排序它的稳定性 它的稳定性 什么是稳定性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说了 假如说54269317后面又冒出来一个26 对吧 排序之后的话 前面26仍然在后面这个26之前 我认为是稳定的 排序之后 我假如说后面的26跑到前面26前面去了 我是不是认为它是不稳定的 那看一下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 如果永远发生不了 那就认为它是稳定的 一旦有可能发生 我们就认为它是不稳定的 那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对于选择排序可不可能发生的 可不可能发生的 看我给大家列了一种情况 你考虑生序每次选择最大的情况 我给你写的这句话 看一下咱们怎么来理解 我现在是 我现在给大家写的这个选法 应该是说对于生序每次选择最小的吧 对吧 每次选择最小的 那你看这时候我写的如假如说26是最小的情况下 我让26跟后面一次性比较吧 当它比较的时候 看一下碰到后面这个26 因为它俩是相等的 所以我还认为我这26是最小的吧 再往后走走到这个选择当中 然后没有进行 没有进行交换了 那我26是放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紧接着我再往后走 找到这26 那它肯定会出现在这样出现在前一个26的后面吧 假如说我不按照这样的方式呢 我每次去选择最大的呢 我还是按照升序了 只不过这次我选择的是最大的情况 我每次都选择最大 那你想了 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在一开始假如说54 先不考虑前面这个东西啊 我假如说我一开始有一个26了 我认为它是最大的吧 那我往后去找 假如说一直到前面这些部分 这几个数都比它小了 然后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个跟它相同的26吧 那我26它俩是相等的 这个后面的26没有比它小 有时候没有比它大 那我还是认为前面这个26是最大的吧 那我走这么一过程一遍 看一下 直接这是16 比如说这是15 然后这是小一遍都比它小 10 9 我把它去掉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第一次1216 然后我选择最大的情况下 走这么过程一遍 那这个26是不是就最大值 就最大值 最大的话 我按照升去契牌 是不是得给它放到最后 给它放到最后的话 也就意味着 我这时候26被放到后面来了吧 9被放到前面去了吧 好 对吧 这是第一次 那你紧接着再看 我从前面这个序列当中 再选一个最大 是不是得放到次大的位置 放到十这个位置上面来 那你看 后面的这个26选出来的最大 我是不是应该放到这里来 那你想原有的这个26是在前面 是在它前面吧 经过排序之后 它俩位置颠倒了吧 是不是就不稳定了 也就是说 你考虑的话 我还是按照升序去做 还有人 我们为了让它清楚一点 这是26 好 对26的话 我给它标一个圆组 2 其他情况下 我不先去考虑啊 就看着26这个东西 这是1 这么去做 看一下 我现在要想的是 对这个序列当中 看一下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实际上都是元组啊 我为了把这26标识清楚 为了把它按照 升序去排略 这时候我们改变我们的算法了 改变成什么样的呢 每次选择最大值 那每次选择最大值 我还是按照方式 一开始以262 这个东西认为是最大的 比较一遍之后 发现它确实是最大的吧 发现它最确实是最大的 那我应该把它放到最后面的位置 才是升序吧 所以这时候 9就被替换成了26 26 2了吧 前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变为9了 这时候代表我最后一个值 最大值取掉了吧 紧接着我需要判断的是 前面这个当中 去找出一个再大的这个值吧 那我再找一遍 看一下 找一遍之后找出来261 是不是最大的 好 那261我应该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吧 结果你发现 261跟262的位置 跟原先来说 是不是交换了一下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它是不稳定的吧 所以对于选择排序来说 它的稳定性是不稳定的 它是不稳定的 好 那回过来说 回过来说 刚才冒泡 我们是不是没有说过它的稳定性啊 看一下 对于冒泡排序来说的话 它到底稳不稳定呢 稳不稳定呢 我每次都是把一个最大的 或者是最小的往前冒 或者说最大的往后冒吧 遇到相等的看一下 遇到相等的 是不是我也不动了 假如说 现在看一下 我在前面 93 这是最大的吧 我在后面 仍然遇到了一个93 那我在执行冒泡的过程当中 我再去把93交换 交换交换 对吧 交换到这个位置上面来的话 前面的93就跑到这个位置上面来了 那你紧接着看 它俩是不相同的 相同的我不交换吧 不交换 我把后面的93 是不是得往后走吧 对吧 不交换的话 这93再往后走 走到的位置 最后面的93就应该到最后了吧 那我再经过一次冒泡的时候 前面93应该是在 后面的93的前面吧 也就是说 它的顺序还是保持过来的吧 也就是说 对于冒泡排序来说 它的稳定性是稳定的 而对于选择排序 它是不稳定的 什么意思 Birds 是 冒泡排序